其实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种热恋的感觉 就是说对方什么都听我的 整个人全部24小时的那种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那种荷蒙引起的这种很互相吸引 完全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一心就只有对方 那种感觉一定会消失 大概据统计全世界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什么年纪 这种时间维持点最多就是半年到两年之间 然后之后就会变了 那时候如果你觉得这时候我的爱没了 事实上不是只是我热恋的感觉没了 OK那你要怎么去 其实慢慢的从热恋完你会肥复到才有名言酱醋茶 那这些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中我如何给出对方 不管是爱 其实爱是亲密感是可以制造的 就是你们可以共同发展喜欢的兴趣 比如说两个人常常携手一起去喜欢散步的 喜欢旅行的 或者喜欢到山上走走的喜欢看书分享 或者喜欢一起作画 你们要培养几个共同的兴趣 而这个共同兴趣会让你们连结在一起 那更好的亲密感是懂得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 这个在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每一个人他爱的语言 他感受到被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希望是多一点肢体的亲密感 有的人希望被肯定 言语上的肯定等等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的是什么 然后你们给予对方对方想要的 慢慢的你们心才会靠 我感觉到被爱 我感觉到被关心 我感觉到他很疼我 等等的这种爱的感觉自然才会起来 所以一定要懂得彼此爱的语言 然后要愿意给予彼此彼此想要的